这场是那么空 这回忆那么凶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明天居家 最近新一季的好声音又播出了 但却给人感觉一季不如一季啊 再也没有一种让人捧然心动的感觉 今天就为大家盘点以前中国好声音所留下的神曲 当时播出后大街小巷都会跟着哼唱的歌曲 2012年中国好声音第一季 丁丁以一首爱要坦荡荡化的四位评委转身 并选择了杨昆作为自己的导师 他的声音真的太适合这首歌了 带给人满满的感染力 也是唯一一个声音给人带来单纯简单的快乐 可惜最后却只步了16强 2013年中国好声音第二季 自称蘑菇头的李奇以一首趁早赢得现场四位导师的先后转身 虽然最终成为了第二季的冠军 但却没有像张碧成一样冠军的命运啊 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 再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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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不止止怎样的说法都能成为理由 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 是我们的温柔 我不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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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中国好声音第三季 陈宾以取剩下光年赢得了四位导师的转身 并加入到纳英战队 他的演绎真的太猛了 就连导师们都不自觉站起来享受这一刻 估计现在的好声音已经无法达到了 不过最终他却败于张碧成 画得全国八强 他同样是第三季的血缘陈乐鸡 是所谓在好声音演唱乐语歌的人 以一首乐伴小乐曲赢得了四位导师转身 并加入了王峰战队 他唱这首歌可以说是几乎完美 感情和力量都十足 再次听回去都能感受到那股热水沸腾的力量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在历接好声音里 哪一位选手的演唱让你知道 如今都非常的印象深刻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周朴任列讲任 Vijay next Let's solve theرب 我先收敏 我先接好 erieki 感谢观看